我们先来跟大家去说这个账号的说明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去听 待会儿的话 你账号这个说明没有听清楚的话 你待会儿程序开起来 你会发现你也收不到微信的服务器的请求 为什么这样去说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 微信服务器 它对于我们的这个网址的一个要求 是什么要求呢 别的没有 唯一一个要求 你这个网址只能是80端口 除了80端口之外 它统统的全都不认可 那你去想一下 咱们搬这么多人 然后呢 如果说我给了咱们搬20个账号 20个账号 我想让大家同时都能够运行起来的话 那你说这时候的话 能有20个账号 就得跑20个程序吧 对吧 20个账号也就意味着说 最终在跑程序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台服务器里面 就会跑了20个程序 跑了20个程序的话 这个端口号之前 咱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每个进程 是不是只能占用一个端口号了 对吧 那这么多20个进程来说 它能够去复用一个80端口吗 不能吧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实际上就得去借助 我们昨天跟大家说明的 找一个NGIS转发时都可以了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给大家的一个解决策略 我们想让大家20个账号 同时去运行 然后呢 还都能够收到微信 服务器给你转发过来的消息 那怎么办呢 我们中间再搭一个东西 就相当于咱们在这个开发者服务器上面来的时候呢 我们让大家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没有问题 20个账号 每个人都你自己跑你自己的一个进程 只不过是在这个进程之前 我给你布了一个NGIS 我在这儿给你布了一个NGIS 这个NGIS呢 我默认的话就是80端口 因为微信服务器它只能80端口 所以呢 我让微信服务器 你只要知道NGIS就可以了 所以你把消息通通的都转到NGIS 那转到NGIS之后 NGIS怎么给我们转发到 你相对应的你自己的那个进程上面去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教大家了 你的20个账号当中 每个账号跑在一个固定的端口号 这个固定的端口号从多少呢 从8001一直到哪呢 一直到8020 一直到8020这个端口 为什么要从跑到8001到8020呢 这是因为我在进行配置NGIS时候 我们已经配置好了 昨天是不跟大家去讲过NGIS配置啊 你会发现在这里面 我说得明确指明一下 后端当中的IP地址这个端口号啊 所以你在进行配置的时候呢 你只要你的后台程序运行在 127.0.0.1 然后呢 网号80这样的一个 从8001一直到8020 这样的端口就可以了 每个账号运行在一个端口号 然后呢 紧接下来NGIS就能够往你那里面转发了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 这里面 比如说微信服务器真的传送过来一条消息 那这个消息到底是属于哪个东西呢 到底是属于你这个8001的资料进程的公众号的消息呢 还是是属于8020这个公众号里面的消息呢 它是属于谁的 是不是得明确出来啊 所以那这时候呢 怎么看呢 那就相当于NGIS在进行转发的时候 我们昨天是不给大家去看到过一个location 然后一条斜线的那个东西啊 还跟大家说了 它是一个转发的规则吧 所以我们在这个规则当中也给大家配好了 配成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在这个规则当中给大家配的规则 就是NGIS在进行转发的时候呢 它是按照前缀来进匹配的 我们在NGIS当中给大家配的规则呢 就是location 这是它的关键字 后面的这个网址都是斜线 我已经给大家约定好了 是斜线 然后呢 是WeChat 开头 然后呢 WeChat开头之后的话 然后呢 你的网址必须 如果是要转发到8001 那好了 你的网址呢 就写 斜线8001 也就意味着说 微信服务器在接收到 在网友这样转发的时候呢 它转发到呢 它访问到哪呢 访问到我们开发者服务器NGIS NGIS的话 它对应的是 101.200.170.171 80端口 然后呢 你这个网址 如果对应到是8001 你那个账号 然后是你的公众号的话 你需要交给微信服务器 那个网址呢 是WeChat WeChat 8001 你就转给它 配成这样的方式之后 然后呢 那微信服务器收到了一个 用户的一个消息之后 它紧接下来 就会往这个地方来进行推送消息 往这里面一推送消息的话 101.200.170.171 正好是NGIS 紧接下来 WeChat 8001 NGIS收到请求之后呢 就按照着WeChat 8001 这个规则是被转发的 所以根据这个规则呢 它发现 location这里面就有一个 WeChat 8001 所以呢 就按照这个规则 往后走 这个规则当中 我们给它配置的时候呢 就是说 凡是属于这个规则的话 它都是往你后面 127.0.0.1 往后8001的 这个进程上面去转发 那再相对应呢 如果你运行的是8020的那个话 那好了 这个规则 我们都是按照相同的方式去配的 也就意味着说 location当中 后面也是WeChat 微信8020 也就意味着说 NGIS按照这样方式配置 你给微信服务器的那个网址 必须也写的是 101.200.170.171 斜线WeChat 8020 中间从8001到8020 都是一样的东西 这个过程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这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如果你自己在公司当中开发的时候 因为不涉及到同时多个账号 去想共享一个80端口 所以呢 没有这么复杂 你只要把你的程序直接开在80端口 然后你的程序的地址是多少 直接配置给微信服务器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台机器 有多个20个账号 想让大家同时去运行 所以呢 没有办法 只能找这样一个中间的方式 找NGIS 让它运行在80 然后呢把请求再分发给我们自己就可以了 所以呢这样的过程 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我们之所以要求大家这么去做 原因就在于 我是之前按照这样的方式给大家去配的 也只能让大家就得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写 这是关于这样的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不仅要这么去做 就是说你的这个网址 要配成这样的方式 要配成这样的方式 跟着端口号对上 而且还要求我们在哪呢 在咱们的这个后端呢 我发的一个小框 一个小框 实际上都是咱们写的flux程序吧 对吧 我们用flux程序来做这个后端的程序 那用flux程序再去写的时候 你所对应的那个试图绑定的这个网址 保定谁呢 这个网址必须也是写线 微菜的8001 因为NJX在向我们后台转发的时候呢 他只是按照这个规则 知道转发给谁了 然后呢 转发给谁之后 他会把用户的这个 最应的这样的一种请求呢 原封不动的往后去发 那因为微信服务器在向我们发送的时候呢 发送的请求的路径 就是写线的微菜的8001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NJX在转发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flux程序 收到这个请求里面 你会发现 对应的请求的路径 仍然也是斜线 微菜的801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在后端去写程序的时候 你的那个程序的路径 那个root绑定的东西 也必须是固定词的 也必须是斜线 微菜的 然后呢 800几 80XX 你运行在 也就意味着说 你运行在8001端口 然后呢 你的对应的路径 就必须斜线 微菜的8001 然后呢 那你在NJX 在这个微信服务器里面 配置的时候呢 你也要配置 101-200-170-171 斜线 微菜的8001 所以整个按照这样方式 来配起来之后 那你这时候呢 你的程序就能够收到 从微信服务器 给你转过来的消息了 是关于这样一点 所以这个过程 大家能够认识 什么意思吧 好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这一点 收完成之后的话 咱们来去了解一下这个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我们要再去使用的时候 刚才已经跟大家去说了 IP地址是固定的 就是101.200.170.171 然后呢 我们给大家这个20个账号当中呢 这个账号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这个账号是S开头 这是我待会儿会给大家分配的 S开头 然后呢 我们会把这个端口号 就默认作为你的这个用户名了 或者说 我在取这个账号的用户名的时候呢 为了大家记忆方便 就直接跟你的端口号 有一种对应关系 那这个账号的意思呢 就是从S8001 然后呢 一直到哪呢 S8001 这个账号 把这边写下 一直会到S8020 是到这儿 所以呢 待会儿我们会给这样的 每一个小牌分配一个账号 你的账号呢 就是S 给你分配的端口号是多少 你的账号呢 就是S80多少 这是关系这样的 然后呢 那对应的密码 密码是固定的 是123456A 这个密码是固定的 待会儿我们会给大家分配账号之后呢 虽然说 每一排允许你使用同一个账号 但是呢 你只要别同时把你的程序开起来 你随便 大家同时登录到同一个账号里面 是没有问题的 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意思吗 我给你每一排一个账号 然后呢 你那一排相当于只能运行在 比如说给你一个账号是8001吧 所以那你一排程序 是不是只能运行在8001啊 所以呢 就相当于 还是会有多个人 共享这个8001端口 所以呢 就是相当于 你在开启程序的时候呢 大家稍微的 在你的小牌方面之内协调一下 谁先开程序 谁再开程序 因为你小牌当中 是不是还是不能同时开启8001端口啊 就关键点 但是 你只要不是同时开启程序 但是你再去登录这台 101-2170-171这台机器的时候 你可以随便登 大家同时登 都没有问题 这是关键点 然后呢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这是账号 然后呢 所对应的这个密码 然后呢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那对应的路径 plus 程序 程序的 URL 这也是固定的 斜线 VChat VChat 然后呢 80XX 我们放到这 然后呢 微信 配置 URL 那也就应该是 跟上面的IP地址 101.200.200.170.171 然后呢 斜线 VChat 80XX 然后呢 flux的程序URL放到这 然后呢 运行的端口 运行的端口呢 是对应的80XX 所以这都是配套上的 然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大家在去使用的时候 还有没有印象 怎么去连接远程呼吸啊 还有印象吗 SSH是吧 你 如果你自己有图形界面的话 你用你的图形界面也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图形界面的话 一个通用的方式就是SSH啊 所以可以用SSH的方式来进行连接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怎么去连接呢 SSH再加上你的账号 比如说这个账号多少呢 是S80XX吧 所以呢 就是S80XX 然后呢 对应的at at在哪呢 101.200.170.171 是关于这样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相当于 SSH 我直接S8001 然后呢 at101.200.170.171 连接上 连接上的话 然后呢 对应的密码 123456A 这时候就连接下来 连接上之后的话 然后呢 在这里面 待会儿 这是之前的 因为这个账号已经有 从去年就累积过来的 所以里面有好多的历史东西 那你在这里操作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操作呢 你可以自己在这里面 去建一个文件夹 这是可以的吧 每个人你可以在你的账号里面呢 你自己去建一个文件夹 属于你自己的文件夹 你能把你的程序呢 待会儿就推到这上面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因为我们在去做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要去跑在class 程序里面呀 所以这里面呢 应该是给大家已经安装好了 这个文件夹没有 我们看一下 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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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来看一下 在这给大家去写明一下 你登录进来之后呢 我们应该去切换到哪呢 是要去切换到 切换到 切换到 flask 的虚拟环境 我们那时候 虚拟环境上的flask py2 切换到虚拟环境 所以就应该是work on吧 对吧 work on flask py2 但是呢 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切换过来 flask 对应的py2 py2 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 pip list的时候呢 就发现我们在这里面 已经把对应的flask 给你安装好了 咱们只依赖于flask 还依赖于 一个xml2dk的 这个东西我们待会再 会跟大家说 还依赖于它 只要这个东西就好了 我们已经把这个虚拟环境 都给大家安装完了 但是你有些时候呢 你会发现某些账号 你在work on的时候呢 他提示你work on的命令 没找到 如果提示work on的命令 没找到的话 怎么办呢 如果提示work on 命令 未找到 未找到的话 你就需要去执行一个命令 执行一个什么命令呢 执行一下southsource 然后呢 加目录里面的drbashrc 你执行一下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你敲下这个命令 然后呢 回回来再去执行work on 它里面就有了 为什么会 为什么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执行这个的原因就在于是 work on这个命令 是我们在安装虚拟环境的时候的 一个工具包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你怎么去安装虚拟环境啊 你安装虚拟环境的时候 应该是pip install 有一个virt env吧 你除了安装完这个之外 是不是还安装了一个virtualenv env 是不是还安装一个wrapper 那这个repper呢 它指的就是专门对应于刚才那个virtualenv的env这个命令的一个打包 一个扩展 相当于对应于这个安装程序来说 对于它来说 你在去进行使用的时候呢 它是没有像我们去使用的什么make virtual啊 或者是这个这个remove virtual啊或者是那个work on 这些命令通通都没有 然后呢我们安装的这个pip install里面的virtualenv 里面的这个repper 安装完它之后 你实行的那个make或者是work on 才是它提供的 是它提供的 但是它提供的这个东西的话 那还不是安装完了直接就能去使用 而是在哪呢 而是在这个加募录里面 我们看一下 在加募录里面 当前这波浪线是布加募录啊 加募录里面有一个隐藏文件 就是bash rc 在这个bash rc的话 我们找到最后一点 这一点的话 这个东西是你去执行的时候 就相当于你每件一个终端 每件一个终端的话 然后呢它会去执行一个这个命令 执行完这个命令之后 你的work on就有了 你的make virtual environment也就有了 你其他什么deactive啊 什么相对应的remove 那所有关于这样的虚拟环境的 这些操作指令统统的就都有了 所以呢它是离不开这句话的 离不开这句话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说 这句话还得在启动中端的时候 就得去执行 然后呢 有些时候的话 这个中端的这个环境 它能够正去执行 但是呢 在这个线上的这个环境当中 它不太稳定 有些时候呢 它并没有帮助我们去执行 所以呢 就相当于我们需要自己去执行一下 .bash rc这个文件 让它把刚才的那个命令刷进来 就相当于 让它把这个work on的命令行出来 那怎么刷呢 刷的方式就是sauce sauce.bash rc就可以了 就bash rc 因为我当前是正好处在加募录里面了 所以呢 我直接去敲这个.bash rc 但是如果你没有在加募录的话 你要去准备的是 波浪线斜线里面的bash rc 你去敲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呢 它相对应的work on 里面就有这个命令了 所以是关于这样一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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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